近年来汽车价格上涨 虽然没有诱人的买车折扣或优惠 但是依然有许多消费者愿意为新车买单 根据汽车顾问公司的预测 美国9月的新车销量将达到96万辆 同比增长5.4% 将打破往年9月的销量记录 经过季节性调整后的数据显示 9月新车年绿化销量约为1360万辆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50万辆 专家分析 虽然市场面临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压力 但目前并没有对新车销售造成负面影响 不过报告也预测 之后整体经济的变化 会影响到民众的购买需求和可负担能力 因此未来新车的价格可能会有下滑的趋势 而市场的利润也会随之下降 这是新唐人记者张博元在洛杉矶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